各位投資朋友好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Gary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HUI證券所獨家推出的指標 多時框RSI 那接下來會直接透過實際操作 先跟各位說明如何安裝與使用這個指標 接著也會說明為什麼要使用這個指標 以及各位投資朋友能從中獲得什麼效益 好的 首先開啟各位的MT4平台 請點選左上角的文件 並且選擇打開數據文件夾 開啟之後選擇MQL4文件夾 再選擇Indicates文件夾之後雙擊 接著各位把你跟客戶經理所取到的中文指標檔案 也就是HCY多時框RSI.EX4的這個檔案 托放到Indicates文件夾裡面 並且重新開啟MT4終端 MT4平台重新開啟之後 請各位到左邊的導航窗口去找到技術指標的部分 那技術指標下面我們會看到 各位剛剛下載並且已經安裝好的指標名稱 也就是多時框RSI 接著請各位透過托放的方式把多時框RSI指標 拖放到圖形上 它上面會有幾個頁簽 如果各位需要的話可以到輸入參數這個頁簽去 變更相對應的參數 我們先看到第三個參數RSI的一個期間 這是代表回顧過去多少根K線來計算RSI的一個參數 那我們的預設參數是20 再來RSI行情偏多門檻值的這個參數 是用來判斷目前行情是否偏多的一個基準 那這邊有提示你這個設定的數值不要低於50 那目前我們設定的預設值是55 也就是代表 假設目前行情的日線RSI數值超過55的話 這個指標就會提示你現在的行情是偏多 那接著呢 RSI行情偏空門檻值的這個參數 是用來判斷目前行情是否偏空的基準 這邊同樣也提示你不要設定高於50 那我們的預設參數是45 代表如果目前行情的日線RSI數值低於45的話 那這個指標就會提示你現在行情偏空 所以按照我們剛剛所說的 如果現在的行情日線RSI數值 介於45到55之間的話 這個指標就會提示你目前的行情比較偏盤整 那麼身為交易者的你應該多看少做 好接下來的話 當我們都把參數確定之後按下確定 你就已經把指標疊加上去了你的圖表 我們這裡疊加的是黃金30分鐘的一個圖形 多數剛接觸交易的新手朋友 往往過於關注一小時以下的時間框架走勢圖 比如說像30分鐘15分鐘5分鐘甚至是1分鐘的走勢圖 這樣其實在做交易的時候不僅行情的雜訊很多 而且往往也不知道目前市場的大方向是什麼 那至於有些比較有經驗的交易者 往往他會切換不同的時間框架去查看所謂RSI的數值 來綜合判斷目前市場的一個走勢 那我們這個指標其實可以解決這兩個痛點 首先呢指標的右上角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提示藉由RSI來判斷說 目前日線的一個走勢 它是偏多還是偏空 那先判斷出商品的大方向 接著我們的指標還會提示目前4小時線 與1小時線的RSI動能 那這部分不僅考慮到整個行情的大方向 而且還能兼顧短期走勢的一個動能變化 所以各位有了這個指標之後 就能有效節省各位的寶貴時間 不再需要切換到不同的時間框架 去查找相對應的RSI數值是多少 那同時呢各位還可以融入自己的交易經驗 去設定當日線的RSI數值 要大於多少的時候 行情才會啟動一波向上的行情 這樣的話就能有效提醒各位 在趨勢往上的時候 只做多不做空 那這樣交易起來的話 才能夠事半功倍 那做空的部分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各位可以知道 如果說這個指標 他告訴你目前的日圖 4小時圖 以及小時圖 都跟你說 目前往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譬如說他跟你講 現在的日線是大方向偏空 4小時轉落 1小時也轉落 那麼這個時候呢 交易者就可以有機會 從更小的時間框架 譬如說30分鐘 那去切入到目前行情最有動能的時候 多時框RSI這個指標 適用於所有商品 那不管是外匯 股指 貴金屬 與加密貨幣 都可以做使用 把指標疊加上去的你的圖表 我們這裡疊加的是 黃金30分鐘的一個圖形 你可以發現他出現了一個新的指標窗口 那他有著當前商品 也就是黃金 當前時間框架 也就是30分鐘的一個 所謂RSI的一個走勢圖 接著你會發現這個指標窗口的右上角 可以同時看到 三個不同時間框架的RSI數值 那分別是日線 4小時線 以及1小時線的RSI數值 那麼那我們來看看目前這張圖形 黃金它的RSI日線是30.15 因為低於剛剛我們設定的45的參數以下 所以目前這個指標會判斷 行情它的大方向是偏空 身為交易者 你應該要考慮只做空不做多 那再來4小時線 你可以發現 他提示你現在4小時的動能 是比較轉強 也就是黃金的4小時 現在是比較處於一個反彈的一個狀況 再來的話 一小時線的RSI數值 雖然也是低於45 但是你可以發現 目前這一根一小時線的RSI數值 是大於前一根一小時線的RSI數值 所以它會告知 你現在一小時的一個行情 它的動能也是有所轉強的一個跡象 所以如果黃金因為現在行情偏空 但是現在短期的動能 是在做反彈的話 那麼身為交易者的你 你應該要考慮如果接下來 當一小時線轉落 並且四小時線也開始轉落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你就有機會 從更小的時間框架 跳進這個黃金做空的行情 你就有機會享受到 行情動能最大的一段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如果你把多時框RSI這個指標放上去之後 你就能很清楚判斷 目前市場整體走勢的多空 以及在四小時線一小時線的RSI 它的動能變化是如何 那由於多數的新手朋友 在交易的時候都只看一小時以下的圖 甚至只看一分鐘與五分鐘的圖 這樣很容易見數不見領 那進而忽略了市場整體的趨勢 那這個指標恰恰就能起到一個很好的提示作用 那提醒交易者順勢交易 這樣才能夠長期自勝 那以上就是針對多時框RSI這個指標的說明以及應用 那我們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在未來使用這指標之後 能讓交易更加順手 我們下次再見